大家好,我是UP主中的小学生 这期视频分享一下扩层木木的冒点与防守 先来看一下木木新增了哪些进攻技能 第一,突破接一技能 这个技能和以前相比顺滑了许多 且能在三分线外使用 第二,假投变向速投 接球假投后,向一边跳步投篮 和阿神三技能接球类似 也能使用二段跳回原位 第三,三分线外接球速投 第四,直切变向投篮 所谓的直切就是和三技能反跑方向相反 也就是反方向的突破接一技能 木木的进攻技能都是投篮 所以冒点都一样 接球原地速投冒点在球接到手里的时候 其他的冒点都在跳步落地的时候 大招冒点 台词我们会赢的 一定会赢的 卡一这个冒点 日语配音的话 看球马上过头顶的时候起跳 防守木木需要补防 由于木木没有假投真传 二点跳回原地 位移距离比较近 所以队友可以出来补防 防守思路和防阿神类似 一人补一边 和木木对位的球员 要看和补防队友对位球员的位置 自己选择另一面 这样当木木传球时 我方队友可以快速回防 木木打两分时 内线可以补防 打三分时 封线可以补防 内线准备补防封线 这样一来 配合木企的队友 可以把木木完全封死 由此可见 木木并不适合主攻 老是给队友加能量 才是王道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点赞 关注 解锁更多冒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